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1月17日 星期四 今天特首李家超就會 啟程去泰國 出席曼谷舉行的29屆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相關會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 不是邱騰華 而是邱應華 在16日 即是昨天去了曼谷 出席曼谷舉行的部長級會議 及後將隨同行政長官出席和參觀相關活動 今年亞太經濟組織以開放 聯繫 均衡為主題 集中討論三個重點 開放貿易和投資給各方機遇 恢復全方位的互聯互通 以及促進全面的均衡 可持續和包容發展 除了出席11月 18至19日舉行的亞太經濟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之外 李家超也會出席 這個會議主辦方 在11月17日 以及與會領袖所設的歡迎晚會 11月18日舉行的亞太經濟組織領導人會議 與主席嘉賓的非正式對話 以及亞太經濟組織 雙貿諮詢理事會成員對話 議會期間 李家超也會跟其他經濟體的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談 集共同關心的議題交流意見 在出席亞太經濟組織會議之後 李家超會率領 率領香港的經貿代表團 繼續訪問曼谷 加強香港和泰國的聯繫 以及經貿交流 商貿代表團有20多個不同界面的高級代表組成 包括商界領袖 以及來自財經 工商 貿易 創新科技 運輸物流等業界代表 李家超一行 將會在曼谷和泰國商界領袖會面 以及參觀大型企業 增進雙方貿易和商務合作 並積極了解當地經貿發展 以及介紹香港最新的實際情況 以及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推廣香港在自由貿易方面 方便營商和一國兩制 帶領向世界的機遇 說好香港故事 李家超會在20日晚上回來香港 在他離港期間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會處任行政長官 我們想跟大家說說 今天早上我特意看回這個記者會 他在機場離開香港前的記者會 大家會留意 其實林鄭有段時間 去北京也是在機場接受訪問的 但是 他被人制裁之後 就沒有再在機場 出現 之後再轉到哪裏 坐巴士回到內地 李家超也是受制裁的人物 為甚麼他可以坐飛機呢 我們即時 有網友就提出質疑 他是不是坐包機去 泰國呢 因為 受美國制裁 坐不了民航客機 坐不了國際航班 他如果是包機的話 應該是沒有受限制的 不過 就要香港市民埋單 這件事 我們就跟大家詳細討論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有個緊急呼籲 呼籲大家 如果是收不到我們的節目通知的話 你們 就 取消這個訂閱 再重新訂閱 因為今天有網友告訴我 他四部手機也是這樣 即時收到我們的節目通知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 大家 如果真的收不到我們的通知 尤其是 有些人說長期收不到我們的通知 我們數十萬訂閱 原來沒有通知大家去看我們的影片 這件事也很糟糕 所以記得 如果你收不到 我們的節目通知的話 你就取消了訂閱之後 再重新訂閱 應該就可以收到我們的通知 多謝大家 好 繼續說回李家超 李家超 今早我看了他那個 臨上機之前的那個 訪問 他說 他說香港是有獨特優勢的 他說除了有祖國優勢之外 還有國際優勢 是全世界很少地方 甚至乎是唯一一個 是有齊兩個優勢的地方 即是說祖國 是沒有優勢了 只有你有優勢 祖國優勢為你帶來甚麼好處呢 就是李家超 是被美國制裁 美國制裁他 不可以開銀行戶口 他現在要現金出糧 他跟林鄭的處境是一樣的 他現在要現金出糧 除非有銀行偷偷地幫他開戶口 當然 他收了現金 他可以拿回家交給老婆 老婆沒有被人制裁 老婆的錢 即是把戶口放在老婆那裡 都可以 正常來說 他老婆也不會把錢都拿走老的 所以是安全的 我們說回這次 這個 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簡稱是APEC APEC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是亞太區內促進經濟合作 貿易投資的論壇 其實這個論壇是取代了這個 區域的冷戰結構 我們看到亞太經合組織很大 包括整個俄羅斯 中國 包括整個亞洲 東南亞 有太平洋的地方 包括大洋洲 澳洲 紐西蘭 澳洲 紐西蘭 和大洋洲的國家 湯家 那些島 湯家 還有包括 美國 加拿大 應該是連智利也包括了 因為智利也包括了 因為智利也包括了 太平洋 亞太 即是太平洋的國家 全包了 他們的秘書處就是在新加坡 先講講歷史 原來早在1989年的1月 當時的澳洲總理霍克訪問南韓的漢城 現在是首爾 倡議 亞洲和太平洋國家的部長級會議 這個倡議得到美國以及亞洲多國家的積極回憶 同年11月 創會的始創國 在澳洲坎培拉舉行第一屆 亞洲太平洋機制合作部長級會議 當時由澳洲外長擔任會議主席 同年設立 亞太經合組織的 高級會議 當時 當年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由東道朱主辦 每年舉行3至4次會議 到了 1993年 亞太經合組織的秘書處就在新加坡成立 負責這個組織日常的事務 他們 這個組織總共有24個成員的經濟體 生產總值是佔世界的60% 貿易量佔世界的47% 當時89年成立之初 由澳洲 文萊 加拿大 印尼 日本 南韓 馬來西亞 菲律賓 紐西蘭 新加坡 泰國 美國等12個國家組成 1991年 中華台北 中國 香港 以及中共加入 1993年 墨西哥 巴布 新加坡 加入 1994年 智利 1998年 秘魯 俄羅斯 和越南 1998年加入 印度由於人口更多 基於服務貿易協定 提出加入亞太經合會議 初步得到美國 日本 澳洲支持 成員經濟體的官員 討論有關印度加入組織的事宜 現在還沒有 除了印度之外 蒙古 巴基斯坦 遼國 這些是內陸國家 柬埔寨其實 其實是有海岸線的 孟加拉 斯里蘭卡 巴拿馬 哥斯達尼加 哥倫比亞 厄瓜多爾等 也提出加入 哥倫比亞早於1995年已經提出 但最後不了了之 亞太經合組織在93-96年間沒有接受新會員 其後因為 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 接立新會員拖到2007年才再討論 美國 屬地關島爭取以獨立的身份加入 也舉了香港做例子 但美國已經表示反對 這次我們看看那麼多國家 香港 特首李家超 是唯一一個被美國 制裁的 出席者 我想一下這個會議 究竟應該怎麼看待這個被制裁人士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被美國制裁 就是參加這個亞太經合組織的國際性的會議 裏面 又有美國的領袖在 同時也有被現在深陷泥沼的一個人 叫做普京 他原來也是 組織的成員 好了 究竟拜登會不會去呢 拜登應該不會去亞太經合組織開會 我也不肯定 但是 你們會議之中有一個被制裁的人士在 至於包機的問題 我們其實沒有反應 香港政府有很多錢 包機 花一千幾百萬也好 香港政府 根本不會向你交代 為什麼 因為你們 是矮問來的嘛 政府花錢關你什麼事 你們有什麼資格出聲 現在我是怎麼花錢 是不是 是沒有的 加上 這次 他也不會 同行的 即是沒有記者同行 隨緣 不知道他在坐什麼飛機 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 都在查探 如果我們得到這個 最新消息 或者在飛機上有 臥底 當然我想很難 應該打不到那麼深入 那麼我們 到底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這個行蹤 拍到出來 拍到影片 或者報導一下 我們也在想辦法 至於 他包機來包機去的 花多少錢呢 其實 我想大家都沒有資格去管 因為 他一定不理你 浪費公帑 反而這些藍絲很緊張 因為 有些藍絲 有聽過我們節目的嘛 他們也說 有沒有搞錯呀 這些是公帑來的呀 你是怎麼這樣 你受制裁人士 好心你就 派一個 不制裁的人去吧 你為甚麼要自己去呢 陳茂波 沒有制裁的 為甚麼你不讓他去呢 全部都是陳茂波去的 那個特首到底怎麼樣 沒有面子而已 所以 無論花多少錢 他也要 拿這個面子回來 這次我們 是會 繼續跟進下去的 接下來有新消息 會跟大家報告的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以及聽我們的緊急呼籲 重新訂閱 謝謝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